首先是改善冠注的 改善血液冠注的这些药物 还有像扩张血管药等等 最强应用的就是硝酸质类的药物 硝酸质类的药物 当然包括塑效的硝酸质类药物 像硝酸肝油 其他还有像硝心痛 我们平常老百姓经常用的硝酸质类药物 就是有硝心痛这个药物 实际上它也是硝酸是一山离止的治剂 另外还有就是硝酸质类的缓室治剂 就单硝酸一山离止的这些药物 这个都属于硝酸质类药物的范畴 另外对于冠心病心脚痛的 这个患者的用药呢 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也往往会被忽视的 就是贝塔受体组织剂 像贝塔受体组织剂呢 虽然现在临床上应用的范围也比较广泛了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这一类的药物 在冠心病心脚痛患者的这种治疗使用中呢 仍然是普及性不够的 比如说像贝塔勒克 比索洛尔等等 这一类的药物都属于我们现在常用的 这种这个贝塔受体组织剂 另外呢 非常重要的一类药物就是钙离子的结抗剂 像这些药物呢 它也能够有改善心脏供血作用的 改善这个心肌供血作用的这些药物 比如说像这些钙离子结抗剂呢 比如说像销本地瓶啊 这一类的药物呢 都属于这种钙离子的结抗剂 其他的那些药物呢 包括有促进心肌细胞代谢类的药物 和改善心肌微贯注的药物 像促进心肌细胞代谢类的药物呢 比如说像取美他禽这个药物 它是能够有类似这种硝酸质类药物的作用 它因为促进心肌细胞代谢 这样的话呢 它也有这个一部分呢 改善心肌供血的作用 就是实际上取美他禽 当然像这个改善心肌微贯注 改善心肌微胸环的这个药物 尼克蒂尔呢 它呢也是改善微血流 这样的话呢 也能够使冠心病患者呢 得到获益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